我们要带您看的是在英国的温布敦网球公开赛 今天又有台湾的选手传出了捷报了 继卢彦勋在昨天闯过首轮之后 另外一位男单好手王宇佐也在第一轮 历经了233分钟的五盘辛苦大战之后 3比2晋级了 王宇佐的第二轮将会碰上德国名将哈斯 不过今天晚间对于卢彦勋来说是一场硬仗 很多球迷也很期待的是 今晚的卢彦勋跟英国希望莫瑞的再次对决 一个反手拍回击 再来一个反手拍回击 最后还是反手拍 王宇佐赢下了赛末点 高举双手享受掌声 这不是王宇佐第一次在温布敦赢球 这次却让他感慨最多 和对手握手致意 王宇佐回到观众席和妈妈热情相友 一切辛苦尽在不言中 漂亮啦 这句漂亮啦是王宇佐迎球最大的动力 他历经233分钟的五盘大战 以7比6 4比6 6比2 3比6和7比5 收拾了对手 今年28岁的王宇佐出生在沙烏地阿拉伯 2001年转入职业 现在世界排名第151名 从2004年开始挑战温布敦 王宇佐曾在2006和2007年连续闯进64强 而这也是相隔6年后 王宇佐再次在温网获胜 王宇佐下一轮将碰上德国名将Tommy Haas 不过台湾球迷可以在26号晚上 先为卢彦均加油 第一轮剩下的赛事没爆出冷门 男单第一种子约克围棋 6比3 7比5和6比4晋级 至于女单第一种子小威廉斯 同样获胜晋级 这是她今年的第32连胜 TVBS新闻送口报道